那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开始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行程 这一次的访问对于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相关话题立刻请来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真神早安 早安早安 祥宜 真神您认为米歇尔这一次的访华也释放出了哪一些的信号呢 祥宜我们都知道呢 2022年马上就过去了 在年底的这个时候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到中国来访问 毫无疑问是为明年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 加强欧中关系 进一步推动欧中双边稳定和发展来探路 我们知道呢 欧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联合体 是一个同盟的关系 那么一共有28个成员国 在欧盟或者在欧洲 其实呢有五个非常关键的机构 一个呢就是欧洲理事会 再一个呢就是欧洲委员会 欧洲议会 欧盟部长理事会 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法院 在这五个机构当中 欧洲理事会应该说呢 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但是呢欧洲理事会呢 它并不是一个决策部门 决策部门呢是欧洲议会 和欧洲委员会 那么但是呢欧盟理事会 因为它是28个欧盟成员国首脑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因此呢对欧盟如何来发展 有哪些议题 这些议题优先次序怎么样 如何来确定 欧洲共同发展的一些议题 然后交给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 来表决来讨论 那么欧洲理事会呢 就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它是一个协调机构 它并不是一个决策机构 那尽管如此 米歇尔这次代表欧洲理事会 来到中国来访问 毫无疑问是来试探 在当前非常复杂的 欧洲全球的这种形势之下 未来欧洲双边关系 如何来进行的发展 当前的复杂形势是什么呢 一个呢就是疫情还没有结束 欧洲呢现在的经济恢复 遇到了疫情之后的 很多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 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当中 俄乌战争带来的非常巨大的负面的冲击 包括能源 包括这个通货膨胀 包括这个整个地区的战略不稳定 那么这个呢对欧洲 有着直接的一个影响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 中国的这个防疫的政策 那么什么时候会发生一些 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其实呢对欧洲 对全球的经济的复苏 对全球经济的增长 也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米歇尔找中国来和习兵主席来会面 那么习兵主席呢也提出了四点看法 这四点看法 当然是为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 致命的方向 我相信呢米歇尔他是一个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探索者 那么回去以后将会和欧盟理事会 以及呢欧洲的这个国家的领袖 来具体来讨论 这次呢到中国来访问 究竟和中国达成了哪些共识 特别是在双方都共同关切的一些领域 一些议题上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 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的 所以呢他这次执行到中国来 实际上呢是一个探索 未来欧洲有哪些 还可以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这样的一个探索之旅 的确在这些正好先生点评分析 中俄合作大势可取 这次执行中俄合作大势